台灣今天的數字是25,071人 其中有37人離開我們了 北京今天的數字是2加3加的就是無症狀的 2就是本地或者是境外的 插播一下鄰近地區日本今天的數字是126,502人 其中日本今天有48人離開我們了 韓國今天的數字是35,883人 其中韓國有17人離開我們了 大家好我是好一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時間是2022年的7月26號星期二 那首先好一要講述一下台灣家鄉的狀況 再講述一下今天說的話題 搶救爛尾樓風暴 你設立基金規模約3000億 什麼什麼幣 台灣今天的數字是25,071人 有37人離開我們了 目前在台灣總生命人數是 4472755人是屬於一個生病的狀態 從2020年開始大家熟悉的這個疫情 在台灣累計離開我們的人數是 8686人 離開我們了 目前在台灣總生命人數 平均每天上升了0.09 大概是這樣子 看了一下大陸這邊的疫情數報 目前在大陸這邊比較緊張一點的 有 廣西北海 32加365 甘肅 零下州 2加 202 甘肅蘭州 34加 79 成都 16加12 接著呢 山東河澤 與上海排名 分別在第7 第8 大陸這邊的疫情數報 世界版 單日新增首位 是日本 日本今年是 12.6 第2是意大利 5.1 第3是法國 5萬 第4是阿根廷 4.1 第5是澳大利亞 也就是台灣所謂的澳洲 3.6 第6是韓國 3.5 講一下 簡單口述一下 今天要說這個話題 關於搶救 爛尾樓風暴 你設立 規模3000億 什麼什麼幣 那這篇內容 主要是來自台灣的上報 7月26號 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點鐘發布的 這篇文章的信息來源於英國的路透社 於7月25號的報導 也就是引述來引述去 現在被我引述來用 那內容涉及到 某地區 近期因為爛尾樓的事件 引爆大規模的停貸風暴 衝擊 某地區的房地產市場 及金融系統 因此 某地區計劃 設立一個 房地產的基金 對受影響的房地產開發商 進行紓困 相關的這些內容 感興趣的網友們自己可以動動小手 自己去了解更多 因為內容涉及到專業以及地區 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講太多 可能又過不了 今年的夏天 各地炎熱有不少的 大暴雨的情形 前兩天在河南的鄭州也有大雨 導致部分地區有積水的情況 目前在 中東巴基斯坦 最大的城市 卡拉奇 在 周日遇到強降雨 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在 7月25號的報導 因為大雨 使整個卡拉奇這個城市都浸泡在洪水之中 公共服務也被迫全面暫停了 並且造成了至少15人不幸的離開我們了 這個報導指出 卡拉奇在 周日的晚間降雨量高達60厘米 相當於在數個小時之內 下降了整個月份的雨量 那該國的氣象專家指出 當地7月到9月常常會有季風帶來的大雨 現在的降雨 頻率以及強度呢 都只會有增 5減 除了卡拉奇之外 巴基斯坦 全國多處也 受極端氣候的災害 該國氣候變化部的部長雷曼 說明 超過14個城鎮 發布了山洪爆發的警告 而西南部的 北陸之省 也因為極端降雨的影響 造成至少有87人 離開了 北京最近疫情比較趨緩 郝威正在積極的 找工作 有空的話呢 郝威就會錄製一些 視頻 那有些可能就會 去 盡量做到每天日更 當天的更新可能會稍微 少一點點 那我最近呢也在努力的關注更多的新聞內容 那這樣子才能有更多的 豐富的 真實的題材跟大家簡單聊一聊 盡量 慢慢的 去說一些比較有趣一點的內容吧 也盡量的去說大陸這邊比較不火的一些內容 我當然我只說我可以說的 那這期視頻 很高興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上午去 面試 上一部也發出來了 面試完了回來之後 有點昏昏沉沉的 東弄一下西弄一下 找一下工作等等 大家看了大概是將近四點半了 想說做一期疫情的視頻 就找一下相關題材 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期視頻好又簡單 錄製到這邊你如果覺得這期內容還可以 你就幫忙點個讚 那你如果還想看到我持續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祝福大家平安處理清楚 大家好好吃飯 好吃好運 感謝你收看 今天你們的留言 明天見 拜拜